受到全国极端气候影响 最近几年的台风是越来越强大 为了有效改善风雨来的时候 民众的用电品质 台电斥资4以8千万元 在台15线施作电缆下地工程 横跨了炉竹 大圆观音新屋四个区 一共23公里 预计可以拆掉575支电杆 108年12月可以完工 密密麻麻的电线 好像有蜘蛛网覆盖住天空 这样的景观在桃园几乎随处可见 为了比让台风带来的风雨 影响民众的用电 台电斥资4以8千万 要在桃园的台15线施作 23公里长的电缆下地工程 虽然工程期间 可能会影响民众的用电 但是展望未来 却渴望得到更好的用电品质 那个变电箱放的位置 要能取得它的位置 那这个部份市政府的部份 一直在协助我们能够取得 那个民众的同意 那取得同意以后 我们才能进行入证的申请 那入证申请以后 我们进行开挖 开挖完毕之后 管路配好才有进行 所谓的那个电器的施作 也就是才把架空线路 天空上的线路 把它换到地底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排停电的问题 排停电民众家里面 可能就要停一点 有点不方便 让我们停下来 把线路改到地下去 亲自主持典礼 市长郑文燦也出席了开工现场 工程将会在卢竹、大园、观音、新屋四个区 采取575支电杆 预计能够提高桃园电杆地下化率1.1% 这1.1虽然听起来不高 但工程繁复 未来也需要和当地的民众多加沟通 能够让主干线地下化 就减少因为台风所带来的跳电的风险 那我们希望最后的目标 是希望将来跳电率要低于三层 那复电的时间要在三天以内 那我们希望这个目标可以早日完成 台15线电缆地下化工程 预计会在108年的12月完工 希望在完工之后 除了提升市容之外 也能够顺利地改善沿海民众的用电品质 场面有些新闻 陈燕任大员采访报导